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文潔紳士代頻道,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繼續跟蹤一下 報道一下47初選案的最新事情 大家都知道歐樂軒已經轉為烏點證人去蹤47人 這次歐樂軒還要加大力度 一掃到戴耀廷 他亦暗示著 後期時間人們繼續搞初選 其實應該全部都是因為信錯了戴耀廷 而他老早就已經退出了 並且有人跟隨他退出 就是另一個初選案的搞手 趙家賢 沒錯就是他 他跟隨著他 一起退出這個搞初選 即是說他們內部的人 都知道有問題 那之後不退出的人 很大機會 我想那個罪名更加之多 而當然這幾個人這兩個人就轉為烏點證人 其實是一個名字的選擇 但連登仔就罵爆他 就說 你說他不是鬼,沒有人信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我們現在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潔紳士代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在昨日的時間 已經去到47人 的初選案 去到審訊的差不多 第20天 玩到 這一天 有對歐樂軒進行一些盤問 各方面的事 歐樂軒基本上就說 當初 是因為戴耀廷 所以就相信 搞這個 初選案 初選 是 合法的 甚至乎 就是相信 是搞攬炒 都是合法的 但是 最終 由中聯辦發聲明 那一刻開始 他看到聲明的那一刻開始 他 就有些懷疑 但是戴耀廷 繼續在這裡死撐 但是他撐不住了 他從他自己的分析 他自己的智慧 來看 整件事是復的 那他就退出 並且打算盡力去補救 而且又找我們特區政府的官員去 查問一下 喂 現在縮 行不行 這樣 這件事 就 一樣 47人參與那個35家的違法初選案 他們爭取就是要攬炒 要立法會過半數的議席 是由他們掌控 以及要否決 我們的財政預算案 從而 將整個特區政府 瓦解 等等的動作 當中有16人是否認 處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而歐樂軒在昨天的下午 就在 西九龍裁判法院 被盤問之下 交代一下 他們 眾人 一直都是相信 相信戴耀廷的法律 專業觀點 即是說他就把罪名 押到戴耀廷 押得很實 很實 什麼叫做 眾人呢 這些就 未知的 未知的 但是其實 首先 再重申一次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審 因為 是高等法院借了個地方 他說 因為 眾人一直都相信著戴耀廷 即是說戴耀廷掌握著很多東西 掌控著很多東西 全部人都信錯戴耀廷 有人就說 這樣會不會令到 其他人 認不到罪 這樣 如果你相信他 如果你相信一個人說 捅他兩刀沒事的 你去捅他兩刀他死了 那 那個人是不是殺人 不是一樣是殺人 對不對 然後 總之 其他的人 相信 這個 大約定法律觀念 因為搞初選 以至搞 否決財政預算案 所有東西 直至到 時任 即是全部都是合法的 直至到 當時的 政制內地事務局局長 曾國慧 就說 搞這些初選 是違法的 那麼 他自己 就有些 疑慮 哎呀是不是真是 違法呀 他們這麼說 戴耀廷教授 法律學者 法律學者 當然說 不要理他 這樣子 這樣 繼續在疑惑 直至他說 當中聯辦都發聲明之後 他 不再問戴耀廷了 不再你戴耀廷回答什麼答案 他 自己隨即決定退出 並且盡力解散 這個初選 歐六軒 最後的 時間 就說 其實 他搞那麼多事 都是希望 上述的情節 可以為到 他們自己 同案的人 找到好的求情 重新發落的基礎 即是說 將罪名 全部放在戴耀廷那裏 全部放進去 又戴耀廷一個人是承受 但是有沒有那麼容易 當然沒有那麼容易 國安法 其實 只是分離 參與程度 是多高 他不會理你 是不是被人老點 這件事 還有 即使最後 法官信你 是被人老點 但是 我們的國安法 是有最低消費的 大家記得 是不是 所以有沒有辦法重輕發落呢 如果他們老早認罪 可能可以去到最低消費界線 但是如果他們 一直都不認罪 那沒辦法 沒得減刑 如果他們肯轉為污點證人 就一早要轉 現在已經轉不及了 只有幾個人 是有機會 會從輕發落的 就是 轉為特色證人 和污點證人 那幾個 但是大家要記住 那47人裏面 其實個個都 應該要坐牢 但是記住一件事 被點名的人不多 戴耀廷 是其中的一個 王之鋒 是另外一個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這件事 在昨日的時間資深的大律師潘希 代表鄭大雄和梁國雄 引述了歐樂軒很多的 錄影會面的公辭 歐樂軒就說 戴耀廷身為香港大學的法律學系的副教授 憲法的專家 在起草《基本法》的時候 他也曾經獲得 一個叫做諮詢 所以 他們整班人都一直相信戴耀廷的專業 戴耀廷曾經在報章寫文 解釋 他這個初選 以致行使 否決權 去否決財政預算案 他 在報章寫 認為全部 整件事都是合法的 加上他專業背景 你不會質疑他 加上歷年來民主黨 民主派不少的立法會議員 連同自己 都 否決財政預算案 而 真的沒有發生過任何事 所以 歐樂軒就說 相信戴耀廷的說法 否決財政預算案 卻無事 然後歐樂軒 提到 初選提名表格上 加上擁護《基本法》 和 忠誠 被效忠 特別行政區的條款 因為他自己當時相信 盡力 會確保相關要求 應該可以的 直到國安法出來 生效之前 歐樂軒就交代自己 並不知道 這些條文內容 是不是 不知道呢 他說不知道 國安法實施之後 戴耀廷曾經發一些訊息 去告訴參選人質 和自己的初選 還有這個 否決財政預算案 並不 違法 是戴耀廷主動跟他們說 你們沒有做初刀 你們沒有犯刀法 戴耀廷之後 亦在《蘋果日報》 社民 否決財政預算案 他就說 不可能是一個非法手段 是一些合憲合法的事 歐樂軒認為 法律上 他的確有一個 專業意見 所以歐樂軒沒有辦法挑戰他 亦有很多人 信任他 之後就繼續 搞這個初選 反而歐樂軒複述他自己 無損權益的口供 就說 當時合不合法呢 就不是戴耀廷說了就算 他弄了一條底線出來 就是 如果 有 官方機構說 初選是違法的話 他們 就要想想 停止這個活動 但是 你有你的底線 戴耀廷有戴耀廷 條底褲 戴耀廷當然不理你了 接著就知道 時任的政制及內定事務局局長 曾國慧 就說 這個初選案 很大機會是違法的 戴耀廷 在7月9日 在Facebook裏面 再發聲明重申 他說運用基本法賦予 立法會的權力 去否決 財政預算案 是 屬憲制的權力 不可能是 國安法裏面的 非法手段 這時否決了財政預算案 特首仍然可以 解散 立法會 所以 也不算是 嚴重干擾 阻撓破壞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政府機關 政權機關 也不屬於 依法 破壞 特區政府的 依法理職 的 功能 是不是 不是的 當然戴耀廷說他們當然是相信 是不是 所以由此 戴耀廷就說 這件事不可能 是觸犯到 顛覆國家政權罪 喔 現在呢 個樓有洗得乾不乾淨 底褲都沒有了 是不是 好像坐牢要穿 一些他們指定的 我不知道 歐樂堅回想 當時法律上 是相信 戴耀廷的 專業觀點 認為是合法的 但是 建制派 開始有一些 輿論出來 指控 不斷的指控 令到歐樂堅在政治上 開始響起一個 不是警號 是問號 歐樂堅跟著就 因為當時對法律 是欠缺一些 欠缺一些正確的知識 不知道什麼叫做非法手段 加上 當時初選 是如戰再延 連日來都在開記者會 警方 跟著就是搜查香港民意研究所 那個 東西 再去到投票日 等等 各方面的東西 一湧而上 哇很多事情做 沒有時間去 去 慢慢地想 真點 這些 味道 直到去 投票日 無論是記者 還是參選人 香港民意研究所 裡面的負責人 鍾耀廷 其實 很多人 都由再三向 戴耀廷 查問 究竟搞初選 有沒有違法的 但是 全部都是 叫做 犯犯意談 即是表面上 沒事呀 去呀去呀去呀 沒有說到 否決 財政預算案 那些很詳細的事 時候的事 但是其實 當時 曾國衛是說 你們去搞這個初選 就已經是犯法 說了 那麼 為什麼不信呢 是吧 跟著他說 投票日之後 中聯辦發聲明說 這個初選 這個初選事件 很大機會 是違法 歐洛軒 交代 就是當時 查看 《國安法》的第33條裡面 就說 自動放棄 犯罪 或者有效阻止 一些 犯罪結果 發生 的人士 可以重輕 發落之後 他就決定 不僅 要 退出初選 而且要 盡他的全力 去解散 整個的初選 你不要裝了 整個初選 完了你才退出初選 我記得我當時 在拍片講過 你完了初選 你才退出初選 做什麼 有什麼用呢 是不是 沒有意義的 因為已經做了 他說他 他最具體裡面所做過的事 包括 發聲明宣佈他退出 整個機構停止工作 然後嘗試 約見 時任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政治助理 吳景俊 徵詢他一些意見 怎樣才可以補救 怎樣才可以 做很多不同的補救措施呢 包括 會不會是建議 叫做 組織的人士退出 組織 那就會好一點 然後 吳景俊的回應是 你只能夠 盡量做 這樣 之後 歐樂軒 線後 是 去 戴耀廷的辦公室 以及告知 趙家賢 他建議 退出 以及解散 初選 戴耀廷那時候就說 我要考慮一下 因為初選完了 結果都出了 你現在才說要解散 沒有意義的 趙家賢就說 會跟隨著 歐樂軒的步伐 歐樂軒接著在7月15日 早上在Facebook發文 說他要退出初選 而趙家賢 第二天亦仿效 戴耀廷其後宣佈他要休息 當他的事務結果是沒有人牽頭 亦都沒有人善後 歐樂軒最後他自己亦即言就說 希望上述的情節 可以為到這宗案件 那些犯罪的人士 找到好的一些求情 機會 以及重慶發落的基礎 但是得和不得 其實不是歐樂軒 一個話勢 他這個政工其實只是指控 戴耀廷的政工 但是這個政工 可不可以給他們作為一個求情的理由呢 不是不得 但是 有點困難 你要做了很多的事情 證明你認為 之前所做的事是錯的 你才可以得到一個求情的機會 但是我相信 沒什麼人是可以證明到 他們老早已經覺得錯 並且 在覺得 錯誤的時候 是立即糾正過來 我相信 是很難 當然 歐樂軒這個動作 很明顯是想 保障他們自己的 手足 讓他們可以 坐小一點 坐久一點 以及 捉死戴耀廷 讓他一個人 背負了全國的 責任出來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到底怎麼看 這一件事 那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